从一手可以掌握的一般手机 随手一折就变成一台大平板 南韩手机厂推出的折叠式手机 之前才传出萤幕有出现灾情 历经数个月的修复后才重返市场 历经延期出货这台折叠式手机 Galaxy Fold 终于在2020年初登陆台湾 我们上市的时间会是2020年的1月4号 我们做限量发售 这台折叠手机Galaxy Fold 抢在农历年前在台湾上市 但想体验全新的科技 代价可不小 这台手机单只售价就要价将近6万9千元 比今年其他旗舰机种都还要贵 例如iPhone 11 Pro Max 或是Google的旗舰Pixel Fold 都要贵上许多 三星此举宣示意味浓厚 我们挑选了一个最吉利的数字 所以我们建议售价就是 6万8888元 这样一个售价对于一般消费来说 当然这个价格是有点高 所以它其实主要针对也是一些 比较像相对是精打顶端的消费者 会对于这样的产品 相对是比市场上面是比较新奇的 会对这样的产品会比较是有意愿去购买 折叠机在2020年才是真正的元年 我觉得今年以三星来讲 他们来当作是应该是似水污温的机种 实际上手把玩折起来的Gates Fold十分窄小 宽度能够一手掌握 背面则有现在旗舰机种必备的三镜头 正面则是4.6寸的OLED萤幕 虽然萤幕偏小但不需要掀开 已经能够当作一般手机使用 能够打电话或是播YouTube 掀开来就能变成7.3寸的平板 大萤幕能够完成各种多空操作 但仔细看还是能稍微注意到萤幕上的折痕 另一个特色则是这次没有采用萤幕下指纹辨识 而是用侧边指纹辨识 其实如果单纯只讲这些折点手机的话 其实可能对一般消费来讲 就是说除了萤幕可以折点之外 可能没有太多的亮点 折点手机再加上5G的议题之后 其实就是这个产品它能够带来更多的应用 那也就是说明年的一个这种折叠萤幕的手机 也会相对来讲会有更多 甚至也会有走向部分场上一些喊出 要做比较平价的一个合折点萤幕的手机 甚至说在折叠的外形上面 不是像这种不管是内翻或外翻 甚至也有上下可以折的一个产品 已经入不续续都出来了 简单说呢其实很喜欢最新科技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商务人士 对于这一台Galaxy 4的应该大家会喜欢 市场开始出现折叠手机 但到底耐不耐用还有待时间考验 经济报告 主持人乔丽星台报道